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教育孩子的方式,谁都想自己将孩子拥有高智商,高情商,将来走向社会能够出人头地,当然,每位孩子的性格不尽相同,有的孩子从小就比较活泼,爱玩,最甜,十分受人喜爱,而有的孩子在性格上有些许的内向,甚至有的孩子出门在外都不敢抬头。 其实,很多时候孩子的变化跟家庭有着不可分的关系,牛牛妈妈经常跟她说咱家没钱,所以不管干什么都要省着点,能不花钱就不要去花钱,牛牛会挣钱了,做什么都舍不到,牛牛捏捏的一点也不大方,求,自卑使她自己一直灵迹在心。 的确是这样,妈妈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要,孩子长大是否自卑,取决于妈妈的性格。 你可别不当回事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些性格吧。 孩子长大是否自卑,取决于妈妈的性格。 中一条都很难过,一,吝啬的妈妈,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,尤其是妈妈。 这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陪伴孩子更多。 如果在孩子很小的年纪,妈妈很吝啬,告诉孩子,我们很穷,我们跟别人家不一样。 一次两次,时间久了,孩子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自卑的情绪。 他们在跟别的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会觉得恶不如别人。 我很常看到别人家小孩子拥有这么多玩具,新衣服也会十分羡慕,最后在学业上也会多多少少比不上别人。 从而这样的孩子自卑心会越来越严重。 我们作为家长,在早期教育上就要树立正确的观念,对待教育孩子上千万不要恋自欧。 二,生活过于强势,有些妈妈在单位中是女强人,逐渐地回到家中自然也很强势。 不管是在拿病注意,还是对待孩子的教育上都是如此。 他们会觉得,只要自己觉得对,孩子就要去做,从来不考虑孩子的感受,以自己为中心,甚至有些母亲。 真的是过于爱孩子,对于小孩子交朋友都要插手,他们认定谁可以,才能让孩子跟随主玩。 其实在孩子小时候,他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小想法,有时候过度控制孩子并不是什么好事呢。 孩子会失去主见,没有自己的思想,最后孩子还是孩子,久了孩子会变得很自卑,什么都不敢说,生怕自己当于做错了。 三,经常抱怨孩子,妈妈总是习惯抱怨孩子,其实是妈妈情绪不能正常控制和不能接纳孩子不足的直接表现。 有些妈妈习惯性对孩子讲,你怎么那么笨,什么都不会,每次考试都不如人家邻居谁谁谁,将来做成什么大事。 孩子在以后生活中,就是首先想到的就是,我不行,我不会。 自卑情绪由然而生,这类孩子往往没有自信,有些孩子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笨,很令人讨厌。 这时候不妨妈妈从其他角度出发,多多鼓励孩子,给孩子树立一定的自信心,是不是很有成效呢? 一个孩子的成长,跟母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孩子长大时负自卑,取决于妈妈的性格。 如果你属于以上三种的其中一种,要注意了,经常这样教育孩子,会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情绪的哦,没事多夸夸孩子,多些鼓励和赞美,给孩子树立信心。 相信我们孩子的未来会十分美好的哟,最后祝愿我们的宝宝都能健康成长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